哈喽 大家好 今天呢 我们邀请来了一个重量级的嘉宾 张云瑜老师 权云瑜老师呢一直在咖啡拉花这个领域里边在追求自己的这个目标 那今天呢 我们会非常隆重的来宣布一个事情 就是我们一起研发了一支联名的拉花钢 就是我们手上拿的这一支 首先呢 我会先问一下权云老师 就是平时你自己在卷拉花钢的时候 你会在意哪些因素 今天我肯定考虑的是奶钢的颜值 第一个的话其实会看奶钢的容量 因为在我的专业课也会跟学生讲 我们容量会影响到哪些因素呢 就身边上可能会有像450啊 或者就是400或者350的 其实对于很多刚接触咖啡的人呢 大家愿意用用小的奶钢 大家认为小的会很精致好控制 但实际上对于拉花而言的话 小的奶钢去制作拉花是非常的有难度 因为我们拉花的话是想要办法把奶泡倒在咖啡杯的表面 让奶泡形成图案 那如果容量过小的奶钢 我们打发过牛奶之后 牛奶在里面的体积会特别的满 就太满了 我们要往下倒的时候呢 距离会特别的高 那么拉花就做不出来 所以首先呢容量一定不能选过小的奶钢 这次我们研发这些480的奶钢目的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其实很多人在家里喝咖啡 我们在家用的杯子其实容量没有像咖啡馆那么大 像300毫升 对通常的话你看像这种这个200毫升 200毫升或者240毫升 他就用它的话就比较合适 对透露一个小秘密吧 其实是上课会讲给学生听的 是一个付费内容 那在这里的话就是 可以无私的分看给大家 就是我们选奶钢呢 找到这样一个条件 你会发现做起来会比较容易 就是我们使用奶钢的容量 是我们咖啡杯容量的两倍以上的时候 你会发现我们融合完了去想拉花的时候呢 会比较容易靠近就是会容易拉花 两倍对吧 对两倍 所以在家里的话 大家可能买7盎司8盎司这样的杯型 也就是200毫到240是很常见的 甚至更小的杯型 所以这支奶钢它的设计初衷呢 因为480毫升是可以直接进行奶钢的打发 又可以直接进行拉花的 对好就不用再倒缸了 不用不需要再倒缸了 对 如果进行小肥的制作是可以驾驭的 那第二个部分我们会考虑什么呢 奶钢的钢嘴的形状 其实我这个奶钢最开始研发出来 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Allround 那这个英文翻译的话也是全能的意思 其实在以往的话我也参与过很多奶钢的研发 我们最开始会用这种很宽的钢嘴去做对流 那种特别尖尖的钢嘴呢去做组合图 那后面发现呢就是 那如果是有这么大明显区别的话 那可能每个爱好者家里会要买很多奶钢 现在拉花图案越来复杂了 对于奶泡的利用力需求越来越高 所以现在特别尖尖的钢嘴呢 也不太适用于目前的主流的拉花 也需要前面是相对有些远口的 所以我设计的是一个更综合的一个钢嘴 其实大家平常看我拉花 我做对流也是用这款钢 我做我的比赛 我刚打完中国的总决赛 我也是用这款奶钢 所以说它既能做气线型的线条型的 又能做组合型的 对所以它就是无论是你喜欢做对流 喜欢做组合图 它都是可以驾驭的 为了开出这个模型 我们就花费了很久的时间 也花费了很多的金钱 然后第三个部分呢 其实也非常的重要 其实会有很多人忽略到 就是它的把手 其实大家能看到我的奶钢把手非常的特别 传统的把手的话就是 只有这个目前下面的部分没有上面 那为什么我会设计出来 上面增加了一片这样的叶片对吧 对我们传统去拿奶钢的话 会用捏的方式 如果上面只有一层的话 手捏起来有些 各手 它设计的这个把手很窄 钢材会设计比较薄 捏起来非常的各手 16年刚进入咖啡的时候 我那时候还很用力 经常就是被奶钢上面这个把手 磨的一星期掉一层剪 非常的夸张 所以就是我了解拉花的痛点 就很多人拿钢也会这两个手指会容易发力 那我会在上面多设计一层的话 相当于一种双层的结构 手袋捏起来的时候呢 我会觉得各手 那后面还有个小的凸起是什么样的作用呢 就是我们拿奶钢的方式 第一种是捏 第二种是握 所以对于握把的选手呢 就是有个凸起的部分 可以刚好考到他的拇指 也会拿起来非常的舒适 所以这是其中的两个点 那第三个点呢 就是这个把手侧面的弧度 无论是做对流的摆动 做这种线条 其实我们最正常的摆动动作 其实没有那么的困难 那为什么他一直做不对 其实就是我们很多奶钢设计的把手 让我们拿起来非常的不舒适 可能会让你的大拇指 特别的用力去捏 那再结合到我们现在拉发的姿势 大多数是这种捏把式 嗯 那我想问问牛老师 你知道我们这种做捏把式的摆动 是要摆动手臂的哪个部位吗 或者手的哪个部位 小臂 啊小臂对不对 对啊 但是会有很多爱好的告诉我 老师我们摆手腕 摆手腕 但是恰巧 摆手腕其实就是非常不利于稳定的 啊 就是我们的手腕是非常的灵活 但是他不稳 啊 所以我们捏把的方式呢 是为了手臂做出摆动 所以我们设计把手的话 是考虑刚刚的把手要和手掌要贴合 嗯 如果贴合度不高的话 就会导致用手用力去捏 那在手指发力的时候 你还用手臂发力 两个部位要发力就乱套了 手 或者手指不要过度的发力 尽可能就是以一个贴合把手的方式去把它捏住 然后用我们的小臂带动打杠去做出摆动的动作 所以把手的贴合度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说就是像袁一老师说的贴合就是手掌和这个地方 他贴合的一个程度 对就是和我们把手的这个拐弯的末端 嗯 或者是手大的人呢 可以贴到钢身这些都没有问题 嗯 其实就是相当于粘在手上的感觉 嗯 对 这这确实很舒服 其实 我以前很多身边上的把手你们想一下 都是直的 所以直的把手的这个地方会很硌手 嗯 所以我把它设计成有弧度的 并且其实这个把手的形状 我也打量过有超过10个版本 那目前这个版本其实对于大多数人都是容易驾驭的 再加上你想嘛就是你一旦加了牛奶在里面 然后你再去摆 你会觉得它会有一些压力在 对刚刚说到的话就是有三个点 三个点 第一个是容量 第二个是钢嘴 第三个把手 嗯 那刚刚女老师也说到第四个点其实是重量 其实我们在打磨一款奶钢的时候 我们确实是想尽办法让奶钢做的相对偏轻一点点 嗯 因为奶钢过程的话可能对于一般消费者来说的 也觉得花了这个钱很值很实在对吧 对 但是拉花也是的就是我们是希望通过力量的控制去做出线条 但是如果你手上过程的话就势必的话又要发力 嗯 那你持续发力的状态下比如做出摆动的动作就会变得比较困难 嗯 所以我们也是想办法把奶钢做的相对轻一些 其实我们拉花呢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想办法把奶泡释放出去 嗯 因为我们以前在专业上来讲的话很多人做拉花 看到这种高难度复杂图案 我们会经常提到两一个词叫空流 所以大家听到空流这个词的时候呢 会想到就是我们想要把图案做的困难 那就是通过把钢腿收的很窄 或者带下去倒的流量要小才能做的很复杂 那实际上这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 拉花里面会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我们是利用奶泡倒在咖啡表面面变成图案的 那如果我们很刻意的去把拉花的水流 就变得很细的时候 奶泡在倒的过程当中就倒出来的非常的少 它就释放不出来 奶泡释放不出来 你的拉花其实就很难以完成 你会发现你即使倒的很慢 你的图也做不出来 杯子也很快就满了 其实是不利率技巧的提升 所以我们在设计钢嘴的时候 我们会有设计钢嘴的一个长度 然后凹槽的深度 包括才有个外翻嘴的角度 一个向前轻的角度 这些的设计打磨了有粘力10个版本 其实最终考虑的就是 奶泡可以更好的去释放出去 然后它可以去驾驭对流的图案 也能做出更精细的 比如像卖水和花线的图案 那其次呢 其实看到这款奶缸 它是有个棱角的 对它是十四边形 那其实会有人跟我开玩笑 袁一老师 你是不是因为14年做了咖啡 所以你很有情怀设计了十四边 当然这样讲也没有太大问题 但是这是一个巧合 实际上我考虑的点会更加综合一些 因为奶缸大多数都是圆形的 对不对 那钢嘴和把手想要焊接成完全直线的角度 焊接成一条线不歪 其实对于焊接的师傅会有困难 因为我们看到这些奶缸都是这些电焊师傅 他们自己一个个把它焊上去的 所以他们是凭眼去观察的 它是不是就是完全对得上 对其实我们以前卖钢 可能是出现这种歪钢嘴或者歪把手的情况 这是一个很高的暴损 所以有通过设计出有14条边 这样的话 就是用这种边去对应到我们的钢嘴和把手 就是更容易确实做出就是完全对质的钢嘴和把手 这个手柄它刚好是在棱角的正中间 对看前面钢嘴刚好卡住两条边 对这些都是有仔细去设计过的 因为当时设计过是12边是16边还是14边 最后发现14边会比较稳定 并不是为了刻意的追求不同 而是真正它有帮助到我们可以有考虑到它的功能性 对我会非常在意它的功能性 一定要真正的有用有效才可以 所以我们这个模具都重好几尊 大家想象不到吧 接下来我们可以用这个拉花缸 让袁毅老师来做一做不同的拉花 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然后我们先说要打奶泡 这个其实还比较重要 把蒸汽头埋在牛奶页面以下倾斜一点 听到声音就是带进气 我们要做一个天鹅 所以进气的话要适量不要太多 然后把蒸汽头埋在牛奶以下 现在就是一个打棉的过程 然后打到大约烫手的温度 一般是在55到60度左右 擦拭一下蒸汽头空喷 如果有极个别小泡泡敲一下 好牛奶的拉花钱呢可以轻微的摇晃一下 好浓缩也是拉花钱轻轻的摇晃 融合的距离呢要高一点 大概融合五到六圈 刚刚小杯做了这种超小杯 小杯其实刚刚也挑战做了一个 就是算是中等拼大的杯型 也可以做 但确实是我能感受到难度增加了 你再用力释放 对它需要到的非常的猛才可以 因为这个容量其实放在一起对比一下 这个杯子真的蛮大了 但是这辈拉花也是用它完成的 对于难度上来讲的话高了 但也是可做的 OK那差不多想要玩这个拉花钢 可以抓紧时间 因为数量非常少 好不好 那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